动物园的非洲狮 前几天他们动物园出来搞宣传嘛 然后就说是转发微信 然后就送这个免费的门票嘛 当时我们店里面 他们转发了以后 也拉了四张门票 然后我昨天带了三个小孩去 到现场以后 他们才说是那个大人免费 小孩要随费的 小孩不能用那个票 当时也没多想 然后我就花了60块钱 买了三张票 然后我们就进去了 以前的动物还要多一些 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动物 就是一些鸡啊鸭啊 鹅啊还有黄牛啊 然后我们走到这个师傅园这边 然后就看见这个视频里面这一幕 其实钱这东西都不重要 主要就是进去了 这些东西怎么说呢 没法给孩子一个解释 有点毁三观嘛 有点免费的 有点免费的 有点免费的